我有把一些相關的重點畫面 放在底下做個說明 像比如說剛剛那個Ctrl加F 然後去找這個標籤 OK 那你就知道這個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 這一招 不過這一招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這一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簡單 又 很不容易錯 OK 這個領帶也是從那個錄製去其他那個 它裡面其實是query table 我想query table 我意思說找那個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 那其實你用這個方法也OK 因為主要我們要找的就是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 的標籤 所以用這個方法Ctrl F 然後放這個 那因為我可以找到裡面就只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的話 那我就刮狐鈴就可以了 所以有同學說老師為什麼要刮狐鈴 那以後如果說你要的表格 它不是在 不是只有一個 可能有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的話 沒關係 你就知道比如說它第五個 那你就刮狐四就好了 意思說你就是要抓那個 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五個表格 幫我抓下來 那表格裡面一定的結構啦 一定就是T R T R的話一定列啦 反正一定我們是先抓T R T R就是有幾列 再抓它裡面有幾個T D啦 理論上是T D啦 比較少用TH啦 不過因為剛好這個中央氣象局它用TH 那我們只好見招拆招了 OK 不然的話理論上如果用T D的話就比較好解決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跟各位說 另外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延伸性的學習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第幾個 怎麼樣 第五個單元 下載那個Yahoo股市 那下載Yahoo股市的話 這邊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我這邊有一個顯示啦 就是說 比如說如果從Web功能下載 就是我們用那個錄製去期的方法 出來的結果會這樣 亂碼 這個Yahoo股市資料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Google一下 Yahoo股市資料 這個網址就這個啦 或者你們可以Google一下那個什麼 Yahoo股市 這個 這個網址 Yahoo嘛 你知道Yahoo官網 然後找到那個什麼 當日行情 當日行情裡面的水泥個股 我看他應該沒有改版 好 那這裡面資料 欸 好像有改版 會不會現在抓又出現狀況 所以最麻煩的地方是 抓 抓取別人的網頁 好 那如果像這個資料呢 我要把它抓到我的 這個 啊 Excel裡面的話 那 第一個啊 一樣的吧 之前的做法是什麼 把這個網址抓下來 然後呢 用那個什麼呢 從web的方式 以前的方式是從web 但是這個方法的話 你們其實後面也可以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這邊有資料 從web 然後把那個網址貼上 倒一下 那理論上 這邊會出現錯誤 這個一般按4就可以了 這個是javascript的錯誤 那比如說這個網頁裡面的什麼地方 比如說我想要抓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當日行情的 看起來好像它這個網頁 好像有改版 那理論上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好像會 如果用從web 好像會出一點問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換成IE物件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許各位也是 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用的方法跟剛剛差不多 第一個 你先講 選取 這個地方檢查一下 檢查看看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檢查 檢查的結果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有沒有 它的底下這一塊 這個區塊 這個是我們要的 展開 DIV 展開 這個區塊 這個不是幾筆 下面這個 這個DIV 有沒有table 有一個DIV 展開 再展開 DIV 它裡面都是DI 我看一下 Ctrl F 然後一樣尋找什麼 小於table 看一下 這個table 這個區塊 有沒有 這個table 這個 展開 這個 這個區塊 這個應該不是 下一個 所以 Yahoo股市 那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它這個好像改版了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它切到降雨量 那你想說很簡單 老師不是這樣嗎 就是氣溫點一下 再點一下降雨量 然後降雨量就出來了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城市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 你點擊降雨量之後 上面的網址 它並沒有改變 意思就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在同一個網頁裡面 只是說呢 它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 切換 這個 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 而且 下拉清單的話 它有 第幾個位置 好像這個 降雨量 這個應該是 氣溫應該是 放在第幾個 1 2 3 4 5 第6個 7 8 9 第10個 也就是說 它的位置不一樣 就可以變動它裡面的資料 但問題來了 可是我如果用剛剛的IE 剛剛的範本來做的話 那一定還是抓到氣溫 就抓不到降雨量 除非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 抓資料之前怎麼樣 多做一件事情 可以讓這個清單 可以讓它動一下 有沒有 那以前的話 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必須用滑鼠去點 但問題來了 滑鼠去點 可是我如果寫程式的話 總不可能說我停一下 然後我就偷偷點一下 然後再去做 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偷偷試一下看看 看看是 那如果說你假設 我們來做一下 看看能不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不用寫那個程式 如果不行 你就要想辦法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地方 可以把那個Visible再打開 那我們可以讓它先停在哪裡 停在這個好了 位置這裡 比如說中斷點 那我可以偷偷點 因為我如果 當它載進來之後 有沒有 在這裡好了 就讓它停5秒鐘這邊 然後讓它執行 看一下 執行 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它已經載進來了 有沒有 載進來 但問題是它現在載進來的資料是什麼 氣溫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偷偷的點它一下 點成降雨量 變動對不對 OK 變成降雨量 然後呢 等它變動之後的話 我再讓它去抓 這時候的話 會不會就抓到降雨量 試試看 執行 關掉了 看一下 這是會是降雨量 對耶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看一下它就是105嘛 這個數字應該都是 有沒有 105 那沒錯 如果 以後的話 假如說 你不會寫那個程式 但是你又要抓到 下拉清單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金融的相關網頁蠻多的 它一定要讓你先下拉清單 讓它 先 點選之後呢 它才會有新的資料 那你才能去抓 如果 假如你不會寫那個程式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剛剛講這一招 好 降雨量 可是問題來了 你總不可能說每一次都來 來那麼一次 而且如果你的資料量很多 假如說你的清單很多 你總不可能每次停一下 然後就再抓 那這等於 當然還是比圖法連鋼快一點 可是好像 有點這個事情只有做一半而已 所以 假如說呢 我們 可以把剛剛的那個動作 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程式的話 哇 那這個問題就好解決了 可是問題喔 要能夠怎麼樣寫這個程式 基本上喔 會不會很困難的 其實是有點困難 因為網路上要找到相關的 這個程式也是非常的少 然後即便有也很難理解 後來我發現喔 其實就是要再寫多五行程式 這五行程式的話喔 有兩行程式就是要做 我們剛剛的第一個 就是點選這個下拉清單這個 第一 就兩行程式要變動什麼 變動它的位置 把第六個位置改成第十個位置 但是你變動之後的話喔 還要讓它去觸發它的動 因為你點了之後喔 在程式裡面它不會像我們在點選 點一下的 Click的動作有沒有 那你變成你要用程式去觸發 所以有兩行程式要觸發 然後有一行就要去做這件事 那至於怎麼做喔 我們待會再來看喔 這個降雨量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降雨量的話 當然喔 如果你不用程式部分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用中段點 然後停一下 讓它可以什麼 偷偷的去點它 像剛剛這樣 偷偷點一下 降雨量 有沒有 有沒有它變動了 然後再去抓 這個都抓到就會是降雨量 OK 這好像也是一個解法 但如果你不想這樣做的話 其實最重要喔 就有五行程式 這五行程式在哪裡 請跟各位講一下 往下捲動 請各位看一下 一 就是這五行程式 放哪裡呢 就放在application點位置的地方 有沒有 剛剛我們不是有設一個中段點 就這五行程式 程式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什麼 剛剛的這一段 這些程式 這一段 頭是sub 尾巴到哪裡 end sub Ctrl-C有沒有 然後貼過來 Ctrl-V 貼到底下 這段我已經 把它改名稱 改成叫什麼 下載降雨量 OK 那裡面的話 當然程式都一樣 接下來的話 最重要是在application點位置 等待的這個下面 因為等待是說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讓它可以work 讓它可以切換動作 那切的話 其實就這五行 所以以後 你們也可以把這五行當範圍 因為其實真的有點難 OK 只是說至少你要了解 到底這五行是寫什麼 那跟各位講 前面的兩行 是指的是什麼 讓它去變動它的index 那所謂的index就是 我們剛剛的這個位置 這個 這個第六個 這是第十個 但是問題 它的index 它所謂是從0開始 0開始 所以我們算 大概這邊是第十 1到10 可是如果從0開始的話 那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9 OK 所以意思是說 我把它的index 從來 本來是5 本來這個是5 這應該是第六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9 這個動作 那乘4 對應的就是這兩行 所以這兩行也是 找了很久 OK 好 就是一樣 set 增加一個物件 然後呢 用前面的話是 就是get去尋找那個element element是元素 by什麼呢 id 特別是id 前面是什麼 tagnet 這邊是id 也就是說 我們要尋找 這個網頁上面的相關資料 除了可以用名稱之外 也可以用id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不用tagnet 因為可能裡面有很多的清單 不只一個的話 那你可能會找不到這個 那怎麼知道它的id 其實可以這樣 一樣嘛 把游標 按這個地方 前選的前面 或者這邊按右鍵 檢查一下 檢查之後的話 它會停在哪裡 停在它現在 標籤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id就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就跟你講說 這個的id 它叫做 select 它的標籤 當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by tag name 但是就是要用select 或者另外一個叫 by tag id 有沒有 id 等於這個名稱 那我就找到它了 所以特別注意 你可以擺id 我們用id的方式 id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item 所以把這個名稱複製 貼到這個id的後面 幫我找一下這個id OK第一個 我找到了 接下來的話 我要變動它的index 所以你會把這個 找到的 這個元素 就是它叫item 然後呢 這物件 用一個方法 變更它的那個選取的index 那就是什麼 select index 意思說它 所影值把它從那個 這本來是第六個 這五啦 把它改成9 OK 這個9的數字也是算出來的 所以將來你就用算 它是第幾個啦 OK 接下來的話 所以我已經把它的 所影值變動了 但是問題它 現在還沒有觸發 也就有點像我已經把它捲動了 它清單出來了 換了 但問題要怎麼讓它可以變動 主要是靠底下這三行 那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是用滑鼠優標點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用滑鼠優標點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IE裡面也叫create event Event Event的話就事件 有點像滑鼠優標點跟鍵盤打字 這些都是事件 那裡面有一個叫HTML Events 我要增加一個事件 那那個事件的話 就叫做Change 然後後面帶兩個參數 反正這個True跟False 這個大家固定打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呢 用一個方法叫Dispunch Event 把這個事件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動作基本上就是讓它可以去Walk OK 主要就是這五行 上面兩行的話 是變更它的清單 下面三行的話呢 就是讓它可以Walk一下 OK 那基本上這些很多都固定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它拿來套一個範本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來試試看 到底能不能Walk OK如果不能Walk的話 那講再多也是多餘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Walk一下看看 OK 這個把它關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是會設個中段 再去抓 那現在的話呢 如果我不設中段 能不能把資料抓下來 我們來跑一下 基本上我還是這邊設個中段點好了 這樣來看 然後Visible 等於True 好打開囉 OK 那我現在呢 不像剛剛我這邊用自己點的 我現在呢 就是 氣溫喔 可以讓它亂一下 然後呢 我讓它怎麼樣 往下喔 這個的話 等5秒鐘 等5秒 然後你會發現喔 現在的話呢 我執行這一行 SlateIndex等於9 有沒有發現 只要執行這一行 這邊就變成降雨量了 那也就是說 以後呢 只要你網頁上 其實還蠻多那個網頁喔 它一定要捲一下 才換下一個 捲一下換下一個 那很多同學喔 用之前的方法喔 就變成說呢 沒辦法抓到資料 那如果說你用這個方法 你就捲一下 所以其實還蠻多金融的網頁都這樣喔 捲一下換下一個 比如拿一檔股票嘛 捲一下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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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怎樣 捲一下換下 就這樣喔 OK 就這個 叫SlateIndex 然後呢 底下就是把它 可是你會發現 目前這個有變動 但是下面的資料呢 它並沒有改變 有沒有 它只有捲動這個 那下面資料如果要變動的話 那就靠底下這三行 所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建一個Event 事件讓它Change一下 所以關鍵的地方喔 這個地方 觸發這個事件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看底下的資料 有沒有 所以喔 當這一行執行的時候 底下的資料喔 才會變動 像淡水有沒有 這個時候才會變降雨量 所以關鍵的是 這一行 這第一個 改變這裡 這個是第二個 讓它去執行這個事件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實以後還蠻多的 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那如果在那個Python裡面 也是一樣會有問題 在Python裡面呢 可能要用Slynium 就是另外有一個 那用Slynium其實就很麻煩了 但是在用IE物件我覺得 甚至比Python裡面的那個Slynium 還簡單一些啦 我覺得 而且你不需要裝 叫Slynium要裝很多有的沒的東西啦 但現在這個地方完全不需要 所以相對起來我覺得還是比較簡單一點點啦 OK 好 那底下的話都不用改了 所以喔 把它直接全部執行 就下來了 所以啦 甚至喔 你們也可以做個變化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所以最好可以做個變化的 像這邊不是第一個是日照時速 第二個是最低氣溫 第三個是什麼 最低氣溫小於等於10 它每一個每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要寫一個練習 只要有一個 我就放一個工作表 寫一個 就放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那以前的話怎麼做 點了一下有沒有 然後複製 貼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換下一個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切第二個 然後再複製再貼 那如果你今天不希望這樣做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這個程式嗎 OK 就可以用剛剛的五行 那關鍵的地方 當然可能要跑個回圈 回圈就是動態去變更這個數量 然後讓它每跑一次 讓它change一下 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資料放下去 那不就可以達到 不過這個可能是延伸練習題 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不妨可以試試看 當然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氣溫跟降雨量 所以降雨量也抓下來了 那氣溫跟降雨量都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其實 離那個我們要做的那個 動態的全部的組合圖 就越來越近了 有沒有 不然的話 你要做完這件事 如果不會 那土法煉鋼嘛 但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次 每天下班前 就要做一次這樣同樣的報表 那你不如乾脆寫個程式就好了 對不對 你本來一整天的事情 你就一個按鍵按下去 就解決了 OK 試試看 那我剛剛的程式是放在第幾頁呢 第15頁的地方 試試看